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放得开 对 比较精彩 对 好 我们来看许云川先手对陶宏明 陶宏明特大这次也是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碧果园比赛 最近陶宏明特大的消息比较少 碧果园我也恰好碰到了陶宏明 我说你最近忙什么呢 他说最近家里边事情比较多 可能父母岁数有点大 经常在家里照顾父母 所以出来比赛的时候比较少 这个人也比较辛苦 一直在长春和老家之间奔跑 好 当然最近陶宏明特大的棋 还是有一些的生疏 但是终局我们看到风采还是依旧 对 这盘棋 陶老师下台是挺精彩 就是终局搏杀的阶段 对 赛前许云川也是做好了 跟对方去积极对攻的准备 因为他赛后他也说 他说这个命运要尽可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自己要不能去求和去等待 对 如果这盘合了 赵老师那盘如果赢了的话 就是赵老师跟郑维同两个人进入决赛 对 果然最后这盘棋 赵国荣是战胜了对手 最后还是一盘合起 就是合了 从后来结果来看 徐老师这盘如果合了 就是从比小分的话 可能小分要略高于赵老师 也能进入决赛 但是赛前肯定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这盘棋还是要抱着一种拼命 这种拼搏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盘棋正好那一天上午 我是坐飞机是赶奔赛场 所以这一盘棋的经过 我就始终没看 见到许云川 许云川就说这盘棋 他说强哥我这盘棋走得很危险 真的是中间一度很精神 但是拼得很累 他说从早上起来八点多 拼到了晚上 拼到了中午十二点半 是 他说结果到第二天 拼得太累了 对王天一的时候 就发挥的有点 不是特别进入人意义 对 预赛的时候 徐老师真是发挥很好 是四胜三合 而且每盘棋都是下了三四个小时 也是拼进了这个 对 作为这个决赛的唯一一个 七零后也非常不容易 对 因为进入四强的四个人 也是等级分子前四位 分别是王天一 郑维彤 赵欣欣 徐文川 那徐文川是唯一的七零后 对 这个九零后是郑维彤 八零后是这个王天一和赵欣欣 对 所以说这个七零后呢 仍然在这个战场上 在第一阵营里边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马三舰 对 双方是中炮三兵 对 平鲁马三足 这个变化呢 陶特大呢 还是选择了一个老路的走法 对 它是直接足以进一对边兵 最流行现在是走相三级五 相三级五 对 那个三项呢 是最复杂的 对 这三项 也是最容易引起这个纠缠的 陶特大呢 还是选择了足以进一 他所喜爱的这种老实便利 对 这种变化呢 就是说 现在的棋手呢 认为还是容易吃亏 所以就不怎么走了 红帮兵足以吃掉 对 红帮烧好的一个局面 然后他局一进五吃掉 红帮走局二进四保兵 就这个局面呢 黑方呢 打开这个边线了 将来呢 这个直接反击的 机会就没有了 就是马二进一登足啊 什么 马一推二啊 什么足以进一啊 这个手段就没有了 对 也是 但是呢 黑方呢 要达到一种呢 立竿见竿的效果 马上威胁红帮 然后再补齐 也是一种打法 就是比较直观 那么红帮局九平四 黑方走局一平四 一平四 对 然后红帮局四进三 这点呢 就是说红帮呢 是采取一种稳步推进的策略 对 就说如果你对掉局 那我就再盯到你 这个局你将来早晚是要对 对 但是你对完局以后呢 你就要少兵 这个少兵 这个残局就很难下 对 所以说黑方呢 这个是不能忍受这个局面的 对 这个中兵没有看守 对 所以黑方呢 走居四进一 来避让 同时呢 有马二进三登兵的这个手段 这个也是黑方的一个打法吧 这个曾经一度呢 也非常的流行 对 那么接下来红帮就走 红帮选择十六进五 对 红帮先补试 黑方也十四进五 补了一种 十四进五 因为黑方这个时候直接登呢 他怕红帮先去对平衡桌的 对 桌是一个先手 将来徐八腿一样 有这些先手 如果你走这个马 马三进一登呢 它飞到你以后 那个七路底向老瞄着你 黑方也不舒服 黑方这个马走的不舒太多了 对 换一个马也不舒服 所以黑方呢 又不肯轻易换这个子 对 然后他就说 就走 盖红帮 红帮 就是黑方十四进五 四平九 对 他去四平九 他调过来 对 然后黑方走 黑方对 跑八这样 就是红帮呢 把鞠掉过来以后呢 就是想针对黑方的右翼呢 采取一些动作 对 黑方先跑八戒二呢 使二路马呢 生根呢 就是比较稳妥 红帮 接下来走 居九戒二 居九戒二 黑方走炮二平一 炮二平一 对 黑方暂时他也不动 因为他觉得这个马尔进三呢 还是容易吃亏 说话现在是一个对峙的一个局面 对 红帮 居九平八 把它粘住 可以放走炮一进四 他想在必要的时候呢 有炮一平二来打局 那这个炮一进四好像也是 是不是有点冒风险呢 这张旗正轴 正轴 因为这个旗红方啊 通常是有一大打兵 对啊 黑方呢 这个动作就是打你 那他最大平息 我再把中炮换掉 然后黑方呢 有这个局 炮二平一 这个反击 对 他这个胖呢 绕进来 他像这个流水一样 钻进来 对 潜水艇 潜进来以后呢 他有这个反击 黑方呢 就说这个旗还是 红方略好 但是黑方呢 也是可以 对 他这个黑方拘炮 牵制是一个毛病 但是他这一边呢 能够对红方形成 这个干扰 也有补偿 所以说这个变化呢 许云川呢 有点不肯 是 所以许云川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走冒险求胜 就把这个三兵送了 对 这招旗啊 真是这个 非常出乎意料 这个旗反正 要是让我走的话 我肯定想不到 这招旗 对 这个 就是 这个三兵应该很大呀 对 这个我在我的这个 头脑里觉得 这个三兵啊 这个太大了 对 不会相 按您的说法 就是本来我这个 三兵是制住 那个七路马 但是我现在送一个 反而把你的七路马走活了 是啊 而且现在就是说 我吃掉以后 你还不能 追巴腿一吃嘛 对啊 这个兵啊 礼拜里这送啊 你看你走两步棋 还替对方走一步棋 差了三些 是 这个棋 但是许云川呢 可能也知道 这个棋不见得好 但是这种特殊的情况 为了求胜 对 他就是强行变招 然后他就拘二瓶酒 对 许云川呢 这盘棋呢 就是施展了一个 去秦子的这个工 他这个缠绕这个攻击呢 体现了他的 就是说的这种 终于纠缠的这种能力 是 但是这个招棋呢 确实呢 不是那么完美 对 但是他呢 就说在实战当中呢 这也是特殊的情况下 比较有意味 其实这个棋 黑方呢 就应该再把这个族送过来 那红方只能吃了 是不是 你看黑方再跑完平起 这个棋 黑方就满意了 等于牵着住 红方的三路线 对 那向三心一心 飞个边向 防止你 G4退一捉我 那我G4这样 来卡住 我以后要打你 然后打中兵的这个手段 等于 现在反而变成黑方 这个先发动攻势 对 这个新竹 你G再平过来 我G 就可以G8进6 G8进6 或者G8进8 G8进8打中兵 G8进6吧 G8进6更通俗一点 这个旗 那好像红方这个阵型 就是有点 对 太飘了 这个中炮 对 这个中路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 好像是有些问题 对 现在来看 所以说这个旗啊 黑方这么走的话 红方这个宋三兵的 这个计划呢 太冒险了 对 很难去找到理想的答案 对 这样的一个局面 对 但是按照老师 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常见来想法 本来就是这个多个兵再送过去 是有点舍不得 但是呢 这个特殊的局面下呢 现在吃你的马 对 吃着马 你不能马上进去 马上进去 那我就吃你了 现在许云川呢 他这个赤子的功夫 是很强硬的 对 所以 你不送这个兵 就得送这个兵 那陶安明选择送这个兵 对 实际上是送三兵 明显是不如送这个兵好 这个兵简单 然后一平就瞄着门宫 然后紧接这个八路鞠 四路鞠 这个棋的黑方呢 打开局面了 对 应该说这个形式还是可以的 它八路鞠也亮出来了 实际上是送的这个兵 这个兵呢 就是送七兵呢 可以形成这种黑方不错的反击局面 送三兵就变成双方没准了 就是很 而且红方还要好一点 红方抛击尽二是正确的 如果你拱 对方有马尔进射 这样呢 粘住它 现在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 是 这个子还是不好 现在还有抛击尽三 打马的棋 对 对方局退一步 对 局势退一拦住 红方呢 接下来走 抛五平八 他这个地方呢 就准备抛八尽二 就寻传这个下棋啊 对于子的这个围困 这种缠绕能力特别强 这样 对 他准备抛八尽一打你局就把你炮吃了 黑方呢 就看看马尔进射 马尔进射 对 他也是希望你拱 就对他局势平三 那就很安全了 那红方就白忙活了 你看徐云川 抛八尽 抛八尽 你看这个阵型啊 你看这是象棋走出来的 特别像圆棋 对 这全是眼位啊 对 他这个子儿 全是这么的关联 全是做的眼位 他就等于红方呢 在局部上呢 他做的非常的精巧 这个炮不好逃了 他就把黑方呢 这个子力呢 就是都困住了 对 就说 这个地方呢 确实徐云川呢 这个能力很超强 对 黑方足球进一 然后红方去八平七 然后准备僵 这是个先手 然后马尔进七 偷吃这个四路鞠 一个是 他只能炮八平三过来 有炮击雄打枪 还有这个一枪登马 黑方只能够平炮挡住 对 红方这个时候 先聚就去 先吃一个 先吃一个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徐云川呢 这个赤子儿 这种战术 他这种 能力非常强 对 那陶老师这时候也很无奈 就七个字 但是他还有一定的攻势 对 马尔进七 这个地方呢 就是由于黑方这个足三进一啊 嗯 导致这个局面呢 陷入这个泥潭了 对 现在呢 其实红方最好的招法 应该走居久进六 对 居久进六 对 就放弃这边 嗯 如果你 来 来什么 捉马 嗯 我这个就甚至都可以考虑不要了啊 就回来 先回来防守 我像一飞 这儿我 结实了 然后黑方这个棋不好摸 对 将来你这个地方啊 早晚你这个棋还是要 主要这个二入马位置太差 对 总会有这个丢子的危险 还是平局捉炮什么 对啊 所以说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啊 红方是稳战优势的 对 但是寻川呢 当时呢 可能也是时间比较短 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 他呢 是走了一个拘捕机 他是希望在这里边呢 再进行利用 对 他就是说想把子力啊 这种效能呢 发挥到极限 是 他竟能追求这个高效 但是呢 这个局面呢 却是呢 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嗯 接下来黑方就是走的是 主席进一 主席 如果你打掉的话 他 有这个G8进六 对 好像还有一个Purison 3 Purison 3这个挺厉害 下部这个G4进四 弃鞠的一个偷杀 这是一个杀手 对 这个 这个棋很厉害 大家看一下 陶老明这个 对这个杀势啊 还是 对 陶老明这个对于 很敏感 对 杀法是 下部金光瓦玉 宋一将 马一将 对 G8进8一将 红方这个棋不好守 嗯 这个棋很麻烦 你要先明报 他先点鞠 对 先明报 没用 他还是宋鞠 对 电报都没有 守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黑方走的也是挺有意思 嗯 所以说这个 红方走到这呢 他就突然走了一个炮 七星八 对 他准备把这个炮打死 这个时候哈 黑方也是 有一个面入 陷入困境的感觉 嗯 这个棋呢 就是说的 确实呢 这个红方走的 也非常的凶狠 对 就是不给你简化的机会 继续在选着紫 应该说这个棋呢 还是红方 占写 毕竟红方先夺紫 但是呢 黑方这个时候呢 呃 走了一个 啊 大转换的这个手段 对 非常的 使这个棋局呢 顿生波澜 嗯 那么到底黑方怎么下的呢 我们稍后呢 再给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看到这个炮 不能再白丢了 对 再丢了这个棋啊 就没有机会了 嗯 所以黑方就是 大胆的进行弃鞠 直接就有个弃鞠 嗯 黑方送鞠一将 红方落掉 黑方马二退四 马二退四 一够将 退马一将 红方上帅 举八锦八一将 红方 只能老帅上三楼 嗯 黑方马四卷 对 因为这个棋啊 毕竟红方的阵型呢 有所松动 对 黑方这个时候的棋鞠呢 还是较为可取的 张老师 这个棋现在就变成了 红方白多一个棋啊 白多一个棋啊 但是多这个棋呢 你现在马上就要丢回去 对 丢回一个大子了 一个大子 所以说这个棋 等于黑方少一个子 对 但是黑方呢 有一定的公式 现在有个马二退四 将抽居的棋 对 所以红方 马 九进棋 挡住 对 这个是正兆 是 当时我看这个棋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按第一杆嘛 就是赶紧退居别让他马 然后后来看 就是他可能有一个 G7平 G8平4 嗯 这个好像 红方就很难去防守 就是有个 帕尔平 姜 然后马7进6 这些 红方这个棋 这个老帅啊 高处不胜寒啊 比如说G8 这个泪站住以后 他没有降5平6的一个机会 对 是的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 这么复杂的局面下 就是说 薛老师 马上走出了一个 马九进7 他也能看出了 就是防守 他的G8平4 这么一个点 对 嗯 这个倒是比较正常 黑方接下来马 7进6 有点跳马 还要抽鞠 对 这个棋 作为红方来讲 如果登的话呢 就是不好赢了 对 因为鞠被人家抽回去 这个棋 登掉他可能跳马 姜 你再换掉 嗯 然后他出将 退马登掉 是这个马的 还得马三退五回来 或者是 对 马三退五回来 你叫姜也没什么好处 反正这个棋 红方优势很小 是 因为黑方有多于过河族 主要老姜在三楼 他也担心不好赢 嗯 是的 嗯 所以他没有这么选择 嗯 实战是 他走的是炮八平四 对 马七进六 嗯 他这个棋 二个炮 二个炮 对 他走了一个炮二平四 嗯 这招棋也是这么招 对 接下来黑方走了一个炮二平五 叫姜 对 平炮一姜 嗯 这个地方许晕川 还是犯了一个 比较大的错 对 这个棋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老姜啊 很危险的这个地带 嗯 而且这个局面呢又错动复杂 好像也不容易看清楚 对 这棋看得真是挺晕的 嗯 就第一杆可能会觉得降五平六出来 出现怎么样的你感觉 出现 出现 他炮五平四啊 对后来突然发现 他有一个炮五平四 这好像你也满也蹬不了 对啊 这个炮五平四很 这个走法很厉害 对 这个子力都卷在一起了 他马六进三是杀 你现在要再进降 他马六进三这还有 将军 你老将还得出 他这四 他以后炮退过来就很厉害 这个棋呢 洪方啊 最好的事就是炮四平 就在炮四平五店 如果你吃我马 嗯 我就直视 然后我赶快把老件拐出去 比如说现在还是多一个子 对 这个棋呢 可以把这个局呢 暂时封在这边 对 因为你退局我也可以出架 因为你杀中兵 我将来还有打中兵 这个是坎底相 最起码 对 洪方呢 肯定是占一点小优的 对 或者居酒瓶漏战类 这个棋如果黑方走 拉腿一洪方可以下一步老帅 哦 下这个 你再将我再上去 你吃马 我老件还是出来 对 还是安全 所以说这个棋呢 你将来登中兵 反正我就飞向吧 就是说这个棋 对 洪方呢 还是暂时多一个子 这个 还是可以的 对 多子 可能还是黑方 不太好 这个 还是洪方占优吧 洪方占优 但是按常理来讲 我本来炮顶着你马 对 我再瓶中炮 可能有点不太啃 那时代当中 洪方就居酒瓶五了 对 北方这个时候 就足迹你吃马了 对 然后洪方呢 再十六斤 洪方啊 想的也挺好 对 我试一知 下部不就出帅 就下来了吗 对 你也没什么办法 其实就走到这里的时候 当时看直播 双方已经是 时间就很紧张了 也就是在 两分钟以内了 弄得很惊险了 而且陶老师在时间 特别紧张的情况下 就是走着马七进六 炮二平五江啊 这都是 就是走失最关键 最好的一些走法 这个地方呢 黑方就接下来 走了一个G八却二 对 这个就错失了一个 也在读秒的时候 错失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赛后呢 这个李宏嘉 跟许云川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对 这个李宏嘉说 那个炮劲一打 你这骑就不行了 是 许云川是 说这炮劲真是很危险 对 炮劲这个太妙了 黑方有一个炮劲硬打 对 这个骑呢 就是一下撕开了 洪框的防线 这一般觉得 如果你吃人家一将 就把G当困虚了啊 你要是不吃的 他也不知道怎么下这个骑 因为以后呢 黑方可以走G八却二 对 这个还有炮我瓶酒 这个炮还可以绕出去 这个骑呢 洪框这个几个子力啊 全都发不了力 这个骑不能吃兵 吃兵丢骑 对 关键你现在出镶 他可以炮我瓶四 对 他可以炮像会腿 对 他关键的一点是 你降我瓶六出不来了 他将来G八却二 对 这个G再高起来 他炮我瓶二的意图就是这样 但他实际上 就是可能也是没有想 往这上面想 对 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第一反应是G八推二 这个炮我瓶二呢 确实是一个 砸开洪框防线的 一个好的手段 对 这个骑就是黑方一下 反对优势了 是啊 实际当中 黑方这个G八推二 错失了两机 那洪方就是 马7600跳上来了 这样子洪方就是趁机 把自己的子力呢 就进一步走好 嗯 这个骑呢 其实就是 炮武将这步 没走完 没走到以后呢 现在就变成是 红方的这个主动权在手 尤其是在多子的情况下 黑方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先走 马二推三 回退一下 先把他这个子力扣住 那他降五平六 还是出来了 就等于说 你没办法阻止 他降五平六出降 他刚才炮武将二的意图 就是你降五平六出降 他可以炮武平四 或者G八推二这样 他现在就是 红方这跳马的意图 就是准备举七对三 那还是应该先回马 先把他扣住 这双方呢 可能还是 有些互缠 红方要想取胜呢 好像还不是那么简单 实在当中呢 黑方就走了一G八平六 对 他可能觉得 能把这炮吃死 是 这个可能当时人的一个错觉 这个炮不能再躲了 再躲马六进漆 这个老将就快 快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是 这个旗等于把红的也逼出了一个好旗 对 被逼 所以这个旗啊 黑方逼得太紧 结果被红方呢 顺手 一退 就把这个黑方的攻势呢 就化掉了 是 连销带打 等于你现在吃炮 他反而没关系 吃炮 红方可以出帅 对 你在吃鞠 红方把它拱掉 你这个炮就死了 对 这个中炮反而出了 这个残局呢 就是说由于还有冰冰没解决 本身鞠马就双马呀 对 这个鞠马赢的概率是很高的 如果是鞠马对鞠炮呢 鞠马对马炮摄像权 马炮 是江河 鞠马 马炮摄像权可以江河鞠马 江河鞠马 但是你双马摄像权肯定守不过鞠马 对 另外你还有这个兵 他边兵没解决 所以这个地方黑方呢 应该是一个败事参局 是 他没办法 他不敢这样对居 对 所以说这个旗呢 这么一走 也就意味着黑方这个旗呢 这个攻势殆尽了 对 所以说 黑方这个旗应该早点马 先把这个马退回来 这是最后一个机会 退马 对 当然时间太紧了 这个也走不住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说一下 就是说现在还有点时间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大中兵确实妙 对 如果他初帅 他就炮我平四 这个旗啊 真是挺奇怪的 对 就是洪方这个老帅啊 怎么走也走不好 就是这个旗关键 你G5平六跟G7平六 都走不上 对 这个就很痛 这个什么G平八嘛 没用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人家想退也能退 想进能进 人家还可以走G8退二 G8退二回来 下不就退炮 可以退炮回来 对 将来这个炮 这个退到这儿 或退到这儿 对 他这还有回马叫江 回马江 G8平四江 就这个旗 关键是你G5平六 盖不住他这个 对 这个旗 洪方这个老帅 不知道怎么走 那如果吃炮 他登一江 初帅 他把G登了 你再把他这个兵吃了 这个旗 也是黑方式 有用无输的 马上一次登一下 你退G 他还可以G8退二 他现在可以G8退二 直接捉你 对 G8退二直接捉 你吃 披一江 一江跳一江 再G四平五江 所以说这个旗 很困难 对 这个旗 现在反而就是 老江在三楼 这个 所以说这个旗呢 这个淘明啊 这个 但是 但是这个炮五江 可能又是 比较隐蔽的一个走法 对 比较隐蔽 因为 没想到会把子送给 他退居 洪方 上马 他来捉炮 这样就 那一排 这些退居 他正好 就是走到这儿啊 黑方之后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对 就说这个地方 可能不捉 就是我跟他说 先回来可能好一点 把这个洪方的子力呢 先回来 他是不是 也怕他 居七平五 哦 居七平五 对 那我再 再马他一次 再跳马 反正 马里进八什么 反正 勺子也是危险 对 主要他居八退要 这个动作 可能有点慢 嗯 然后他去 我们快实战啊 对 黑方 这会无奈 他这时候 就马里推三 马里推三 但是洪方 这时候叫五平六 出来 帅五平六 初帅 等于说 你这个中炮 发挥不出作用 黑方这个子 动不了 对 这个前面的攻势呢 就是销售殆尽了 对 就是前面 有唯一的机会 百少一个大子 这个棋就说的 基本上不在了 对 陶老师前面的 这个构思很巧 但是可惜 在时间特别紧张的 情况下 就是很无奈 就是没走出 这炮五 老帅先下来吧 他 别老在上面了 对 然后他炮五平七 红方 然后销五平八 也把锯躲开 他准备马六进五 灯中像 灯像底下一将 把石像给你吃了 对 然后将来 点到这一将 锯七瓶九 基本就是绝杀了 对 他只有马三推四 回来防守 对 黑方背后防守 他站好 飞龙金一 这就红方 这个紫儿越走越开 对 把这个位置都站好了 这样黑方 就没有机会了 他居六间二 他又平居桌 就这个棋呢 马八特六 我们看啊 这个 就是红方呢 等于是逐步呢 这个 把这个子力展开了 对 这个叫展形阔式 是 黑方这个棋呢 由于前面呢 错失了这些战机呢 对 现在这个 少子的局面呢 已经逐步显露出来了 对 这个棋就是红方 就是看他最后 怎么去进攻了 好 最后的棋 我们 他退 然后他冲 又把这个鞠关住 他回马 他平居 他浸泡 对 这样黑方也是很无奈 就只能交换 没有 他走个平足 他先平平 然后黑方 红方 把他拱 他登 他聚发平五 聚发平五 走到这儿 黑方就不再下了 为什么不下 他马路在推的话 他怕对拘 对 对拘呢 你必须要对 对完就形成 拘马 炮 对双马炮 这个棋是下不动的 基本是很难防守 这个白多一个大子 红方特别日 有居杀无居 所以说呢 最终这盘棋呢 许云川呢 也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呢 是昂首进入了 碧果园碑的 这个决赛 应该说确实呢 碧果园碑呢 还是在这个岁末呢 给我们广大的 祈求呢 提供了这么一个 展示风采的舞台 也给我们广大的 祈友呢 提供了一个 年终的大餐 使我们能够 欣赏到 这个高超棋艺的 同时呢 这个有更多的 这种艺术享受 是 好 也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的祈友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呢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和关心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再见